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在五级海矿正常工作 六级海矿安全航行 个别技术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从今天的试航情况看 跟我们的预期目标相差无几 下部我们还将做无人艇的碰壁试验 对该艇性能做进一步的测试 项目现场负责人邹隆透露 资料显示 该百吨级无人艇项目 自2015年底起开始研制工作 以实现百吨级无人艇高海情巡航 低噪音智能化高隐身 无人化和自主化设计为目标 团队攻克了高式航性艇型设计技术 主机变转速低压混合综合电力技术 综合感知系统集成维杆技术 自主航行控制技术等关键技术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解读称 无人艇和相关技术 在民用军用领域都具备重要意义 无人艇在军用领域的作用更加凸显 此前中国国防报曾撰文指出 无人艇将颠覆未来海战模式 就此宋忠平表示 未来的海战中 无人艇可以代替有人舰艇 穗行反舰反潜扫雷打击等任务 其优势在于无人艇的建造和设计 无需考虑人员的生活工作环境 可以有效节省成本 提高作战效能 另外 无人艇碎型作战任务 可以极大降低人员伤亡损耗 更适合担负危险任务 从战术战法而言 无人艇可以实现多艇联动的杀群战术 以多敌一 就前述自主试航的百吨级无人艇 宋忠平表示 其具备的高衍生高态势感知 高海情工作特性 都是瞄准未来海上作战环境来设计的 不论是这艘无人艇本身 还是其验证的各项技术 对我国探索新的海域形态而言 都具有创新意义 中国国防报刊文披露 目前世界各海上强国 都高度重视研发无人艇 其中 美国海军早在20世纪90年代 就开始研究无人艇 央视网此前还披露称 美国抑郁在未来几年内 打造一支无人舰队 碎形反潜 扫雷 海上电子战等任务 就此宋忠平表示 和无人机一样 要想让无人艇发挥出优秀的效能 装备本身的研发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 其背后的人工智能 通讯等基础科学实力 拿通讯和数据链能力举例 如果不具备安全可靠 实时不间断的卫星通讯 指挥能力 无人装备在战场上 很有可能被干扰 失联 甚至被反问控制 因此 无人装备所依靠的 更多是其背后的体系作战能力 这方面我国的技术实力雄厚 具备后发优势